阿波罗新闻网独立 感言 新颖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华 中共各部委突接通知 老百姓迎来天上掉馅饼 拼了 中共堵红眼 央行大动作危险叙事爆发 杂烂公务员铁饭碗 中共国资委下狠手了 中共超级组合拳救经济 华日解读 只是短期虚火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副频道 今天是9月28号 星期六 我们的主频道每天发布6到7个视频 我们也会把主频道的视频链接发到副频道社区 获取被忽视的关键信息 做出最佳选择 我们的报道 祝您看清真相 规避风险 欢迎您订阅 点赞 转发和留言 传播我们这个频道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中共各部委突接通知 老百姓迎来天上掉馅饼 阿波罗网记者孙瑞后报道 中国人口问题日益严重 X平台 被注为投资公司金融数据分析师 双硕士的财经小作文9月27日发帖称 市场传言 据消息人士透露 中共民政局出大招 全国统一生一胎的家庭 可以无息贷款10万元人民币 10年后还本付息 两个或两个以上孩子的家庭 除了10万元人民币的10年无息贷款外 提供每个孩子每月约800元人民币 约114美元的的津贴 消息人士称 在高层领导的指导下 各部委接到通知是突然的 联系夺业快速地研究财政刺激措施 以重振经济 摩根市单力经济学家 Robin Sheen周四 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表示 我们预计未来几个月将出台更多财政支持政策 用于住房和社会福利支出 我们认为 现在还不是不惜一切代价的时候 但这肯定表明北京方面正在认真对待通货紧缩问题 并在探索所有选择 阿波罗网记者查询发现 早在2023年就有大陆消息称 中国银行江西之行推出了三胎贷 至于贷款额度 则是按照孩子的情况来定 一胎十万 二胎二十万 三胎三十万 然后将相关的资料交给银行 银行确认后就可以开始发放了 但是到当时为止 这家银行已经取消了所有关于三胎贷的广告 并宣布暂时停止销售 拼了 中共赌红眼 央行大动作危险叙事爆发 连日来 中共政府出台了一系列 涵盖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经济刺激措施 与之呼应 中国和香港股市9月27日继续反弹 如美国彭博社此前披露 中共政府正在考虑 向国有银行注资1万亿元人民币 增强货币在经济复苏中的杠杆作用 消息人士披露 相关资金可能来自发行特别国债 但具体细节尚在讨论中 相关举措犹如给平质的中国经济注入一针强心针 但其效果能维持多久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表示 虽然这些措施在短期内可能稳定市场情绪 但长期而言 支撑中国经济的房地产市场风险依然存在 最需要做的事情不是救股市、救楼市 而是想办法解决老百姓的就业问题 因为失业率太高的话 不但经济没办法真正好转 还会引发一系列社会危机 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再次承诺 要加大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力度 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等 其中包括 下调七天逆回购利率和一年期借贷成本 并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释放约一万亿元人民币资金用于贷款投放 秦伟平认为 这些举措对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而言 可谓杯水车薪 他说 这一次降息降准是中共一直在做的动作 只是这次动作幅度大一点 大家感觉在就是 但实际上 这种就是起不了太好的效果 因为中国经济整体下滑趋势 并不会因为这一次 我认为规模还不够的就是政策而改变 在美国的经济学者李恒青也持类似观点 他指出 降息降准虽然能给中国经济释放更多流动性 但市场信心依然不足 降低首付款是在不断累积危险 这就是拼了 赌徒的心态 杂烂公务员铁饭碗 中共国资委下狠手了 9月27日 中共国资委下令 国有企业要在竞争上岗 默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的机制上下功夫 到2025年必须普遍推行相关制度 当日 国资委副主任王洪志 在有关国企改革的第三次专题推进会上还强调 国资委要求各国企必须清晰界定退出标准 要防止只有制度 没有动作 并称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 仍有很多硬骨头要啃 据悉 所谓竞争上岗是指国企通过统一安排的考试及业绩考评 对员工进行筛选 默等调整则是指 考纪最差的人员将被降薪或更换岗位 不胜任退出是指那些被评判为不胜任的员工将被迫退出 失去工作 据中共国资委官网发布的讯息 从2023年以来 也有多省市的国企通报称没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制度 以实现全覆盖 而被调整或被逼退出的员工数量 一般在员工总数的10%左右 针对国企的上述所谓改革 有中国网友表示 在实际的考核、考评中 那些有关系也有后台的人 工作干得再怎么差 也不会成为末位差评的对象 而那些没有什么关系背景的人 经常就成为了戴罪的羔羊 有网友在陆媒的相关报道下留言道 看来没有关系的毕业生只能当夜糊了 每年招一些 然后每年再开掉 还有网友评论说 调整范围也是外包人员 另一网友评论道 起码请完善裁员补偿政策 还有X平台上 网友评论道 非垄断性国企 一直也不是傻铁饭满 只不过经济看得过去的时候 内部用种冗长效率低下的制度体系 默许了合同制员工 无论是能干的还是能舔的的留任 再加上内斗的厉害 效益还行的时候 没人愿意费心思把萝卜带出土的搞人 现在效益不好了 可不就在公司层面拿底层开刀了 即便没这些史上雕花的修辞说法 也有的是阴招逼着你走 中共超级组合权救经济 华日解读 只是短期虚火 在建政75周年前夕 中共推出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 被外界称为超级无敌组合权 以提振经济并缓解市场 对中国无法实现年度增长目标的担忧 9月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部署了进一步振兴经济的计划 中国人民银行 金管总局和中正监联手推出三将等政策 带动股市上涨 外资热钱涌入中国市场 专家解读 这些举措将使中国经济增长提高0.2% 帮助达到5%的年度增长目标 然而 《华尔街日报》指出 这次次刺激计划相较2009年力度不足 有分析认为 这些措施只是短期虚火 未能充分满足市场期待 彭博资讯认为 这次政策沟通更加透明 反映出北京的紧迫感 尽管如此 经济学家警告 如果中共不采取更大力度的措施 经济复苏将面临长期挑战 请大家多多传播和订阅 我们的主频道和副频道并 打开小铃铛选全部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内容 一些观众询问 如何找到阿波罗网主频道 您在我们的频道首页向下拉 有主频道的图标 点击就可以进入 在每个视频描述下 也有主频道订阅 加入会员和赞助链接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祝您周末愉快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